英国将于2040年全面禁售汽柴油车 英国将从2040年起禁止所有汽油柴油车的贩售 以减少空气污染 此举可能会彻底颠覆汽车工业 英国当局表示柴油排放控管不佳 柴油车也为室外空气带来大量二氧化氮造成污染 疑似导致每年有四万人过早死亡 为了对抗空气污染 英国政府将于2040年起禁止所有汽油车与柴油车的销售 油电混合车则不受精力限制 在英国的新车登记中 电动车只占了不到5% 多数新车还是以汽油和柴油作为动力来源 英国各地目前有超过4500个公共充电点 但业界专家警告 必须增加相关基础建设才能应对这项变革 法国也已经宣布 要在2040年前终止汽油与柴油新车的销售 在城市层级巴黎、马德里、墨西哥城和雅典 都会宣布会在2025年以前 禁止柴油车进入市中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